最新消息带你来关心 本身也是尼克队球迷的国际名导 李安呢 他在昨天特别前往去看林舒豪打球了 很可惜 这次尼克队又输球了 等于是五连败 面对五连败的战机 林舒豪本人他自己也蛮沮丧的 他说自己在第三节没有把球给照顾好 不过他的教练迪安东宁则认为 林舒豪只是在经历成长阵痛期 他会成为一个好的后卫 国际知名导演李安 是尼克的球迷冲碰来看尼克的比赛 我是尼克队 以前没有时间看 现在挪一个时间来看 对对对 李导演带着儿子李纯前来 两人坐在非常好的贵宾席 也显示出林舒豪的魅力 让非常忙碌的李安也要来前来捧场 只可惜后来输了球 这是尼克队连输的第五场 林舒豪在做访问时难言失望 也看得出有些沮丧 他说自己没有把球照顾好 我没有把球照顾好 所以他们会很容易 对于现在呢 大家都把他当目标权力包抄 林舒豪怎么说 而教练迪安东尼表示 林舒豪目前在经历所谓的阵痛期 他还是会是一个很好的后卫 因为他有心有头脑 以及有好的运动家精神 林舒豪在做访问的时候 看得出来难掩失望 不过输球的责任 不能怪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看来他和队友的磨合棋 还有一段路要走 中视助纽约特派记者龚帮华 林思慧纽约的采访报道 一步的色彩 旁边的画面 让我独立的